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通訊局就宣佈了 撤銷本地免費電視持牌機構 需要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 於是本地的三間免費電視台 分別是TVB、ViuTV和奇妙電視 都紛紛表示歡迎 TVB怎麼說呢? 他們說 香港電台已經有自己的數碼和模擬電視頻道運作多年 覆蓋率不低於無線電視 繼續規定播放港台節目就是不合時宜 機系重複也減少了觀眾的選擇 TVB會計劃利用收回時段播放六點半新聞報導 由半小時延長到一個小時 這個變動就是因應市民對新聞和資訊的恩切需求 亦都反映出無線新聞持續上升的收視 他就非常得戚 現在事實上TVB是有一個收視的小陽春 為甚麼呢? 就和目前香港的大環境有關 但這個一定是不可持續的 我告訴你TVB 因為現在全世界人要混在家裡 減少外出才迫著開電視 尤其是大部分人仍然未習慣一開電視 就扭過去Netflix或者YouTube 所以才迫看你這個TVB 所以你買回來的那些瘦火劇集 那些收視高開 不用懶惰 只要這件事過了以後 非常時期 過去以後 那些人出街吃飯 逛街看電視 你就玩完了 你的大小也是下跌的 你打算還可以回生嗎? 不用那麼得戚? 其他兩間免費電視台都沒有你那麼厲害 各位 奇妙電視只是表示歡迎 ViuTV說可以在節目編排上更具彈性 唯獨是你TVB那麼厲害 走去拍攝 又說自己的收視正在上升 看看升得多久 你現在播放的劇集 有30點以上的收視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馬上到處宣傳 實情很大程度上 就是基於觀眾的慣性和惰性 慣性就是他一開了一部機 慣了看你TVB 我覺得也免得轉 惰性就是什麼? 就是觀眾懶得按 按你的無線台上上下下轉 當然是快過按Menu出來 再按Netflix 再按Youtube 如果要看Netflix 看Youtube 不如用電腦看 用手機看更方便 你是唯一的優勢 TVB 不用懶惰 根據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他今天晚上發表了一則聲明 這篇聲明的標題就是 是時候轉台了 港台電視等著你 他有幾個台 31至33是港台電視 不過大部分時間都沒有東西看 如果要看 寧願上港台電視的Youtube 那裡有很多東西看 RTHK的Youtube 其中有一段是值得拿出來說的 他就說工會要補充一個事實 按照發牌條件 無線電視一直只需要繳交通訊局一個行政費 根據2018年的資料 大約是兩千萬左右 這個行政費 但是頻譜的使用費 就是獲得豁免的 比起電訊商的優惠得多 代價就是要肩負社會責任 播放港台節目 根據估算 如果TVB四條的數碼頻道 需要好像電訊商那樣 繳付這個頻譜使用費的話 金額是接近港幣四億元的 現在可以不播 變相多了獲利的時段 站在公眾利益的角度 工會就認為 特區政府是有必要追收頻譜費 喂 完全同意 讚成 TVB要交接近四億的頻譜費出來 一定要 你不要播 我歡迎你不播 港台節目 他自己有台 有YouTube 有社交媒體 有Facebook 不要播 交頻譜費 有社會責任 根據通訊局的一份文件 我又找到資料 這份文件是2015年5月12日發布的 網上找到的 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通訊局認為 無線電視的免費電視服務 履行獨特的社會功能 無線因而無需繳付頻譜使用費 因此 通訊局決定 在行會向無線批出續期免費電視牌照之後 採用行政支配的方式 將廣播的頻譜 指配給無線 到底獨特的社會功能是甚麼呢 別人有寫得很清楚 獨特的社會功能 其中一樣就是 就是傳送香港電台的節目 這份文件寫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再傳送港台的節目 你就是沒有履行到所謂獨特的社會功能 你就很應該按照市場的價值 來繳付頻譜使用費 人家的港台工會 就說是接近4億 那你就麻煩你從通訊局協商一下 交這些錢出來 而且特區政府 一定是要向無線追討的 不能夠 所以他少了一樣獨特的功能 你就繼續免費指派給他 這樣是不公道的 而立法會裡頭的非建制派議員 也要監督特區政府 到底你會不會向他追收這筆錢呢 你要促使他去追收才行 對吧 不能夠讓他這樣裝模作樣 又說到自己的收視多高 即是賺多了錢 那就行了 麻煩你交回這筆錢 原來價值是接近4億 你怎樣都要交 你賺錢 說得這麼厲害 根據數據顯示 TVB在2016年賺4.99億 2017年賺2.44億 2018年虧2億 2019年賺2.13億 如果要交了這個頻譜 如果要交4億出來的話 都頗厲害的 那你就麻煩你 既然你自己申請 你說不播港台的節目 不履行這個獨特的功能 那就交頻普使用費 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絕對有這個自由來不履行 你可以絕對不播這個頭條新聞 你嫌他那些東西 低俗 你嫌別人這樣那樣 免得跟你爭取 交錢 是不是 TVB貧普使用費 好去磅水 根據2018年2月20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召開了記者會 當時的商經局常任秘書長李敏禁說 免費電視持牌人獲配非常珍貴的頻譜 但只需要支付牌費 完全無需要支付頻譜的使用費 因為它是肩負了獨特的社會責任 跟通訊局那份文件 是說法完全一樣的 其中一項獨特社會責任是什麼 就是播放政府宣傳短片 教育電視 或者是港台節目 喂 你教育電視就已經停了 是不是 港台節目你就不播了 麻煩你交回頻普使用費 對不對 至少你要按住那些獨特的功能 你說有什麼獨特的功能 你數十個八個出來 不要緊 那個文件其實都有其他獨特功能 但是至少有兩樣就是死了 教育電視沒有了 港台節目沒有了 你起碼要就住這兩個部分 因為你播少了這些東西 而賺多了很多錢 教育電視由早上播到晚 港台節目每個星期要播三個半小時 而且在黃金時段播 這些全部都是利潤 麻煩你按比例付錢 就算不給四億 都要計算 特區政府要追討他 非建制派要督促特區政府去追討他 好了 接著就想說一下這個 立法會選舉 有消息傳出 說黃之鋒可能 就是會空降九冬 他今天就在Facebook那裡 作出了回應 他就說 參與政治已經有好一段時間 也許大家都不意外地 將我和選舉扯上關係 但是對於我來說 擁有知名度 就不等於要一頭再進去選舉政治當中 過去幾年 即使曾經兩度和團隊被迫離開議會 我就嘗試開拓其他戰線 例如持之以行投入國際連結 以及在囚手足的支援工作 這兩點 我想無論關乎有否選舉 亦或自己能否入閘 都是希望持續在民主運動裡累積的工作 好了 接著他就說到 對於2020年的準備 部署或投入什麼 非常歡迎大家給予意見 一同摸索未來的道路 大家可以去Facebook給予意見 支持他參選 還是不要參選 寧願在議會外邊 繼續在國際戰線爭取 一定是怎樣 實情上年 特區政府是愚蠢的 如果他去參選這個區議會 讓他入閘的話 已經很困難了 三不五時又要去開會 除了大會之外 又有下面的工作委員會 而且又要做地區工作 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若然在街上沒有東西派 被街坊指著罵也很遲 又要派那些密罩 又要派那些擦手翼 又要派票白水 沒有這些東西派給就行 當然不是質疑黃之鋒 之鋒哥的能力 而是以他的洪酷之志 怎會甘於做一個平凡的區佬 當然要在這個國際社會 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所以特區政府 那些政治智慧就低到零 你現在不讓他去參選這個區議會 DQ了他 蔡勇失馬 燕至飛福 他去到美國那裡 見美國的參議院議長佩洛西 多少人沒得見 做到立法會又如何 你葉劉也沒得見 所以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 如果黃之鋒有意參選 而特區政府想著再次DQ他的話 根本上對黃之鋒發揮自己所長 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因為他的能力 不是讓你的議會束縛得到的 所以真的沒有作用 你DQ也沒有作用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